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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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沒有去過一個地方突然感覺一陣陰風向你吹過? 不知道為什麼說不出來的陰涼感? 今天要帶你們來看五大全世界最詭異的地點 第五名 巫術市場 巫術市場專門賣各種動物的頭部 當地是說只要你生病或是想要祈願 只要到這個市場一定會有你買得到可以治好你的東西 但是附近居民認為這市場根本就是專門賣巫術的物品 除了有各種動物的頭部之外 他們私底下還有賣人頭拿來給人做法術 不管是不是真的巫術用品 如果有一天走到一個到處都是猴子頭、牛頭、馬頭、羊頭的市場 不嚇死你才怪 你可以選擇從品牌的質量選擇 尺寸、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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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名 菲律賓、卡巴尼亞洞穴 根據當地的傳說 這裡的木乃伊洞穴是地球上保存木乃伊最久的地方 這些木乃伊的靈魂可以追溯到公元2000年前 不管任何年紀、老人、大人、小孩都有 當你走過穿過這些木乃伊 總是會感到一股涼意吧 哇 你看看 我還有肌肉 這應該是... 這個教堂因為在1968年一場喪禮中 天花板塌下來而停止使用 然後自此荒廢 在喪禮發生這個事後 荒廢的原因是因為當地人認為這個教堂被詛咒 但是一名藝術家決定要在這個荒廢的教堂內 裝飾一堆被白布遮蓋的雕像 就讓整個荒廢的教堂充滿著陰涼感 雖然有點恐怖 但是因為這詭異感反召來許多觀光客前來看這恐怖的景象 不用什麼特效 隨便加個音樂就能夠讓你做噩夢 第二名王歐島 在墨西哥附近的某個地方 有著一個詭異到極點的地方 那個地方流傳著一個故事 一個女孩在運河之中淹死 靈魂無法安息 直到住在附近的花匠夢到她 並發現她的靈魂似乎害怕娃娃 另外有一個說法是 花匠為了安撫女孩的靈魂 所以將娃娃吊在樹上 她持續將那娃娃吊在樹上至少有50年之久 恐怖的是 在2001年 這位花匠也在女孩淹死的地方淹死 那個地方只剩下斷手斷腳 掉在樹上不會腐爛的娃娃們 第一名 劍橋軍館醫院 這個也是一個被荒廢掉的醫院 在世界第一次大戰時 這個醫院是第一個接受傷菌的前線醫院 也是第一個在英國執行整容手術的醫院 儘管曾經一層不染的衛生手術和病房 如今荒廢的內部慘伴景象 變得像一間鬼屋一樣 也和好幾個探險家都來挑戰冒險 還有好幾個詭異的地方 是大同小衣 很多骷髏頭或是荒廢的醫院 還有之前提過的日本自殺森林 巴黎地下墓穴等 你們也敢挑戰這些地方嗎?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可以幫我按喜歡 想持續追蹤可以按訂閱 我們下次見 掰掰